各位七位,梅花谱还有两局就即将更新完毕 如果说朋友们有好的建议和好的想法 或者说你想看哪个类型的棋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将主意为你讲解 好,我们依然接入今天的视频 红方当头炮,黑瓶炮,红上马,此时黑方马八进九 那这里前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概述 直接走到和上一局分界点之处 此时红方也马八进九 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出击,黑方平击 进击巡河,停击问诺 那如果说朋友们有稍微有疑问的话 最好是结合前面视频一起观看一下 此时黑方依然是平击,红方出击 黑方炮拔平击就跟红方对击 红方必让一手,占据勒道线 此时黑方抓准机会 直接拘八进八,卡住下二线 目的很简单,打兵打底相 同时想从这里展开进攻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一看呢,相势弱点 直接炮平击,提前腾挪 为香港流出道路 此时黑方直接进击压制 双拘过河,势必对他老家的阵营呢 有一定的放松 那接下来红方就挑起战端 直接浸泡打掉 这里打完的话,接下来打着向啊 黑方向三进一,先避让一下 此时目前来说红方打掉的 冰九进一,准备活动马路 启动后方力量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黑方一看有便宜可占 直接浸泡打掉 那你打完了之后呢 那该轮到我了 那红方向三进五,补一手 那这里双鞠过河 以及这个炮啊,已经发出来了 势必他这个三路马不太好 所以说他采取了四四进五 稳过后防 那接下来红方就直接 马九进八 很明显现在双鞠马炮 五个大子 火力集结在空虚的右翼 而且他老家底线呢 势必阵营不稳 那怎么办呢 此时黑方直接来了一个平居吃兵 因为接下来如果说你不吃的话 红方有平炮打居 还有浸泡下底 那这里可其我们啊 又是前面的变化 我们就不做过的讲解 那此时当这里走完之后呢 红方又走了一步天外非先 不可思议的棋 直接上马踩着足 那前面刚才在这里 居还咬住这个炮 有这个马看着 那此时这里啊 既送炮又送马 那势必啊 有一定的阴谋 好 那么前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 黑方先吃马的话 得一个实惠的具体办法 讲完之后呢 他这里红方直接进炮 双炮以及双聚啊 采取了猛烈进攻 黑方招架不住 我们继续看他退居吃炮 这里啊 退居吃炮呢 显得黑方稍微稳妥一点 吃完炮呢 还守住自己的马 那此时 红方也吃掉 好 那么这里前面我们讲过 如果说黑方直接退居吃马的话 那红方直接进炮下顶 因为刚才在这里 采取气子交换呢 主要就是想这个八路的后炮啊 进行下顶 采取有效进攻 那黑方忍住不能贪吃 选择 品鞠拦住 同时也牵制住鞠 无根鞠炮 势必接下来有品鞠抓这个马 此时 红方直接冰酒进衣 这步起啊 看似小小的微不足道 实则 接下来 红方回马的话 这里打鞠 暗藏有上马踩相 调整阵型 卧曹将军 因为这里内道鞠的位置非常的好 所以说黑方赶紧避让 直接进鞠过来 拘禁三步 既牵制住我们的鞠炮 同时依然呢 在这里采取防守 因为如果说退鞠回去的话 他也没什么好位置 依然有回马打他 好 那此时 红方依然是进兵 这里吃相 那前面一局 我们先给大家分析了古朴的两个变化 先飞 退向以及他这里还有平均抓码的变化 当我们讲退向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飞刀 那前面呢 既有们提出的一个疑问 我们先给大家走出来 此时 如果说黑方啊 退向 想保这个向的话 那红方 进鞠 那这里就是一个飞刀 既有们说 如果说我们这里平炮 那假如黑方随便走一步骑的话 那红方此时有这样平炮 那在这里啊 既有们提出疑问 就是说 我这里可以黑方不吃你鞠 而是直接避让 平就过来守住你这个炮 因为这里炮打底向呢 打完之后的跳马下鞠啊 都是个绝杀 那这里显然感觉好像这里啊 既拦住的炮打底向 同时还吃着这个马 那感觉好像目前来说 黑方守住的还有这个鞠 实则 这里采取弃鞠的话 你不吃的话 红方可以进鞠下里 那此时你还来不及吃炮 因为这里吃相啊 就是绝杀 仅此退居吃马 那吃完马的时候 红方采取进炮打掉 那这里走到这里之后 相信旗友们一看 这里双鞠炮啊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标准的炮碾单杀 这个炮接下来退炮 或者平炮打式啊 都是绝杀 双鞠抢底式 所以说这个飞刀变化 我们也在这里为大家补充一下 好 我们继续回到古朴 当红方这里进兵吃香的时候 黑方还有第二个选择的变化 就是采取气象 这里就直接平居准备吃马 因为他认为红方目前来说 红方前方没有攻势 所以说他选择吃马先得一个实惠 那此时黑 红方选择回马 这里目的准备调整阵型 那么接下来又有两个变化 一个是直接退居吃马 第二个是回向进行挡住马腿 因为这个回马的话 肯定接下来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这个变化稍微复杂 我们放到下一集单独讲解 本局我们先看他直接退居吃马的变化 显然这里黑方白得一子 红方该怎么办呢 直接选择跳马进行叫杀 因为接下来卧槽就是个绝杀 黑方赶紧平炮挡住马腿 那这里感觉好像黑方啊 鞠炮啊全部都守住了 那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下 黑方目前来说 这里有没有什么阵型上的问题 此时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里鞠炮 这里鞠炮 目前来说黑方子力比较多 比我们进多一大子 那但是他这里没有进攻 红方又进攻不动 怎么办呢 选择了进鞠 这步骑啊 既守住这个马 同时窥视中足 但他主要的目的就是直接进兵吃相 一旦吃完相之后 威胁这个炮 那这个马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此时黑方赶紧退向 进行了防守避让 那好好向啊 黑方啊全部都化解了 那此时 红方也不管了 直接启动后方力量 鞠炮进一 这也是刚才这个退鞠吃马 这一招啊 就给红方这个鞠啊 留出了出鞠的机会 那此时他这里赶紧 飞向双向连环 平鞠 那这里啊 一旦平鞠的话 还逼迫黑方吃炮 因为此时你不吃啊 还不行 如果说此时你这里不吃的话 他这里我们有平炮打你这个鞠 所以说他赶紧吃掉 那好吃完之后的红方 进鞠啊 卡住向眼 那接下来进鞠 砍向就是个绝杀 那仅此啊 赶紧退尸 这里也是刚才通过气马气炮 把黑方的两个鞠啊 引到我们攻顶线 那他这个鞠 不能防止我们出鞠 同时啊 他这个鞠啊 在这里又脱根了 没有办法跟我们来对鞠 减轻压力 那此时走到这里 我们 红方又该怎么进攻呢 如果说此时你直接进鞠 砍向 他这里称式双式就连环了 那这里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 一个比较巧妙的 鞠马组合沙发 直接上马挂脚 这里准备好 接下来只要一平鞠抽开啊 就是个绝杀 黑方老将动不了 黑方仅此 四六进五 如果说四四进五了 进鞠砍向 就是个绝杀 那此时这里又有一个巧手 直接平鞠砍中式将军 那这里啊 居县花心 进行一个探险 老将如果说降五进一的话 直接进鞠啊 就是一个点杀 仅此 降平六 此时再来一个后方的抽刀断水 平鞠绝杀 大家有没有觉得刚才 红方啊 通过一系列弃子引诱的手段 把黑方的两个鞠啊 置于偏僻之处 没法进行防守 同时前方突破阵型 好 今天这个组合杀法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企业们觉得稍微有疑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点赞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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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